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根据花旗报告显示 自美国推出QE3全球的资本是大举流向的亚洲 从9月下旬到10月 两岸三地吸引了其中80%以上的资金 绝大部分的热钱是流入了人民币ETF 也就是交易型开放式的指数基金 10月24号单周规模就超过了11亿美元 总编辑资金涌入了情况 这个现象怎么来观察 为什么会钱全部涌入到亚洲来了 现在从美国实施第三波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 我们就大家所知道的所谓的QE3之后 它印了那么多的钞票 当然大家的预期就是说钞票竟然变多了 当然它的价值就会跟着下降 那现在QE3跟QE2的时候 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在QE3的时候 有一个欧债危机 摆在那个地方 当然大家很担心 QE2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其实受益最多的应该算是欧洲 QE2的时候 欧洲的这个币值涨了非常的多 那在这一段期间以来 因为欧债危机的关系 整个欧洲的币值不断的在下降 那不断的下降的时候 就推升了美元的价位 所以前在QE3之前 美元的价位是 其实是非常的强势 涨了很多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台币盯紧美元的这个过程当中 再加上台币兑美元本身又在升值 所以台湾的这个厂商 很多他们在外销上面 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主要也就是因为汇率的关系 那这一波的QE3的时候 为什么热情会涌向亚洲 其实不涌向亚洲 要涌向哪里 过去全世界可以投资的地方 第一个首选是美国 第二个选的当然就是欧洲 现在美国既然本身就是 已经是罪魁祸首 它是印了这么多钞票出来 美金本来就要下降 那么欧洲怎么办 欧洲你现在要去 欧洲要做什么 你不管是要买欧元 不管是要买欧债 不管是要买欧股 都可能会因为欧债的危机 而受到牵连 所以在过去这一年里头 欧债危机以后 让整个欧元下跌的差不多将近三成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这个很可怕 你投资一个地方不到一年的时候掉了三成 吓都吓死了 那现在为什么要投向欧洲 投向亚洲 其实不只是亚洲 在这一次的全球的热钱的流动当中 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当美元的币值 印了更多的钞票之后 然后欧洲也因为欧债危机 大家很担心 那接下来怎么办 把这些钱 主要的都是流向全球的新兴市场 那么全球的新兴市场 这一波的全球新兴市场 大概就是20年来的全球新兴市场 跟大概上一个世纪末的状况不太一样 这一次的全球新兴市场受到注意 你会发现说 真正起来都是人口众多 土地面积大的一个国家 包括巴西 包括印度 包括俄罗斯 包括中国 这些都是 金砖四国 就是所谓的金砖四国 金砖五国 那这些国家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只生产力很旺盛 还有一个它本身的人口非常众多 所以它的市场非常大 那么在过去的热钱流动的时候 就会碰到一个现象 一旦哪个国家 包括说美元 如果它贬值 或者是欧元贬值的时候 这些热钱要流出来的时候 会流到其他的小国家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流到其他的小国家去的时候 唯一一个办法能够获利 就是炒作他们的货币 像过去索罗斯 就经常做这种事情 那这种类似于 突婴的这种做法 常常会使得很多小国家的 这个金融 发生紊乱的状况 可是这一次呢 显然就难度 因为第一个 大家现在有防备 第二个 这一次热钱流出来的时候 大家要找一个安定的地方 能够保值就好了 不要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 因此流向了什么 流向了这些新兴国家 这些新兴国家 在这一段期间里头 不管美元贬值的过程当中 其实 或者是欧元贬值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的 受到的影响 相对来说比较少 这跟前97年的时候的 亚洲金融危机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美元一贬值 全世界金融整个都混乱掉 为什么 因为当时候 当年 也就是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真正在全世界的经济里头 发展最好的 我们就所谓的 不管是有几条小龙 腾生亚洲的四小龙 那么东南亚又有新兴的 几条小龙 不管这些 他们是什么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小国家 小经济体 可是这一波的 真正在整个市场上面 所谓的新兴国 新兴市场 新兴国家里头 你会发现说 都是规模比较大的 整个经济的体质 比较雄厚的这样的国家 经济规模大 有个现象 你这热钱竟然要炒作 是不太容易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就算说 因为欧美的经济景气 下滑了以后 它那么 以前 它只要一下滑 台湾的出口 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经济也会跟着遭殃 可是你看看 欧美 欧洲美国的经济 最近低迷的 这一段期间以来 其实全球的新兴市场 经济发展的状况 其实还好 当然也略有一些下滑 可是整体的情况还好 那么为什么 这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 它本身的国家够大 人口过多 也就是说 它失去了美国 失去了欧洲 这些市场的时候 这些市场 它的份额减少了以后 它可以用刺激 国内的这个消费 来完成 来达到它这个 活络本身经济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一次的新兴市场 热钱 全球热钱 流到新兴市场的时候 他当然是这样选 既然说在这个 币值的波动 巨幅的波动当中 我们需要的是安全 那么现在新兴市场 第一个本身 它有足够的生产力 第二个 它有广大的市场 它在应对 这个美元的贬值 或者是欧债的危机的时候 受到了波动最小 这当然是最安全的地方 放到那个地方 就算说 它这个 它的这个资产 不升值 获利不多 但是它起码可以保值 那万一如果说 美国这边的情况 或欧洲的情况稳定下来 一旦稳定下来的时候 新兴市场一定会跟着受力 那么它的资产 一定也会跟着同步在上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它这一波的这个 这个金融危机 热钱 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转向这个 亚洲新兴市场的最大的原因 当然其中 目前这些亚洲新兴市场里面 包括印度或俄罗斯 他们其实都有各自的问题 那么中国呢 虽然说问题也不少 可是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中国它不是只有经济的实力 它从来政治上面的 国际政治上面的实力 也是吸引这些热钱 流向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好 不过现在大陆学者 其实也蛮担心的 因为热情都进来了 他们也担心说 会不会退升了通膨 那么迫使人民币升值 所以呢 应该要采取 进一步的措施来围堵 如果这些热情流入到了 这一个大陆国内之后 那么有些拿去炒作 大陆股市啦 房地产啦 造成了一些问题的话 灾难的话 那这个部分该如何来访读 这个其实是 中国的领导人 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 一个是股市 一个是房市 其实我们现在在想说 如果热钱流入大陆 炒作大陆股市 其实这已经开始了 早就开始了 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大陆的股市 从大概去年 对不起 去年 现在跌到已经 将近3000点 现在跌到现在 已经在2000出头而已 前一阵子还曾经 一度跌破2000点 上海的上证指数 曾经跌破2000点 那结果当时候就有 差不多跌破2000点 回到2000点之上的时候 就出现了 上海的股市就出现了一个传闻说 外资大量的进来抄底 上面这所谓抄底就是 用我们台湾的说法 就是减便宜 就是减便宜 那么减了很多便宜货 所以你看最近大陆的股市 虽然还是有一些震荡 可是它基本上 还非常的稳健 那么政府也陆陆续续的 出来的一些措施 来防止这个大陆股市 再继续下跌 因为整个大陆股市 如果再跌下去的话 可能会形成一个 结构上的一个崩盘的危机 所以以现在的情况看 政府既然要做多 但大陆股市要再跌不太容易 同时这段期间热嫌进来 它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标的 那么投入股市 是一个快速可以变现 然后而且比较灵活的方式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房地产 中国这个打房 就是打压房地产的价格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到目前为止 它的状况就是 股市只要一上涨 房地产就会跟着上涨 股市下跌的时候 房地产还不见得会下跌 所以很多外资进来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除了股市之外 另外一个标的就是选择的 就是房地产 可是既然中国政府 它持续的打房 包括到今年的年中以后 它还在许多的 许多打房或现房的政策 不断的推出来 其实这个几乎没有什么 可以商量的 因为什么 因为它不把这个房地产压着 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产业制造业 同时会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它这个对于社会的稳定 造成的影响太大了 那么一般来说 热钱进入亚洲地区 或者说进入 不管是进入台湾 进入中国 甚至于或者是进入印度 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 其实都会是一样 他们去找做房地产的状况 比较少 因为房地产的变现 比较不像股票那么容易 今天非常谢谢总编辑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详细的点评 谢谢